各位早上好 欢迎继续搭乘第二个小时的凤凰早班车 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先看到香港区议会选举在今天的凌晨零点钟 截止投票之后经过了这紧锣密鼓的点票工作 在全港44个地方选区的选举结果正在陆续的出炉 也有实时的更新数据 有当选的新进区议员就表示感恩 并且会继续的回馈市民 也有落选人士表示不会气馁 仍然会致力于服务社区 香港新一届区议会选举地方选区选举 在10号午夜12点截止投票后 经过约两小时连夜点票 竞争激烈的湾仔选区结果率先出炉 来自民间联的候选人沐家俊 与独立参选人李碧仪当选 有人感谢当区居民支持 也有当选人表达 本次竞选面临的普遍挑战 今次去参选都是用了很大的勇气 因为始终自己是一个无党派的人士 但是今天见到的结果都很感恩 竞选的过程当中 包括要走访不同的区 要了解不同的区域当中 他们的一些面对的问题 或者一些民生关注点 我们都是需要重新去做很多不同的功课 我想这个是由小区变大区 最大的不一样也都是最大的困难点 而有人温习有人忧 今次落选的候选人心态又如何呢 我会再更加努力为社区服务 为湾仔服务 无论结果是怎么样 我都会一月以往为社区服务 截至11号凌晨6点半 多数地方选区票站结果仍在点算中 并实时公布统计结果 富豪卫视王雨婷 香港报道 香港区议会选举地方选区投票结束之后 各区投票站陆续的转为点票站 下午2点半结束的地区委员会戒别投票 也在这时一并开始点票 最终共176位区议员当选 开启票箱 确认所有选票到处 然后分类 再通过人手数一次 是否投了足够票数 香港区议会选举地区委员会戒别 点票有序展开 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陆启康 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等人 来到黄大仙一个票站开票 工作人员随后将有效选票 放进盒子里 分发给其他工作人员点票 然后把选票装入袋子 并将选票选择的结果录入电脑 两人一组各自录入一次 确保结果一致 在黄大仙这个票站中 10个候选人进逐8个议席 有当选人表示 新增的地委会戒别选民 都是来自不同行业的翘楚 可以反映不同团体和机构的诉求 他们的关注点 他们代表的机构 和他们代表背后的一个持分者 社区持分者的利益 往往在过去里面 可能是有机会 未被大家多去留意和注视 而今次有这个界别 我相信对于政府 和各个方面的沟通 可以得到更加完善 曾担任五届区议员的李荣浩 曾在2019年选举中落败 能够势而复得 他认为有赖于这次选举 在和平公正的环境下举行 不再只靠喊政治口号取胜 在新一届香港区议会选举当中 新增了地区委员会界别 由228名候选人 进逐176个议席 当中奎清区 大部区和里岛区 是进逐最激烈的三大选区 区内平均约1.5人 争一个席位 最终分别有12名 8名和4名候选人当选 凤凰卫视张又人 显至香港报道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今天凌晨就在 巡视票站时候也见了记者 我们刚听到了说 这次区议会的选举 达到了原先定下的目标 整体公平公正连结 安全及有序 也形容这一届的区议会 将会是有职诉的议会 好 我们也要看到了 选管会选委会的主席陆启康 现在在会见记者忙带你掌握 各位传媒朋友早晨 我相信大家都很辛苦 各位传媒朋友早安 相信大家很辛苦 这届的区议会的点票工作 已经差不多全部完成了 虽然投票时间有点故障 让这次的投票时间也长了 但最终所有的选举工作人员 也在同心协力之下完成了 或将会完成所有的点票工作 其实选官会会再次受影响的选举 包括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香港警务署、网络网络署和科技捐案调查 并邀请有经验的人士加入 就这次的事故进行进行这个调查和全面的检讨 以防范同类的事件再次发生 并在三个月之内向神圣长官职交选举报告 并作出具体的改善建议 但我必须再次强调 虽然投票时间跟职选民党议查 是否出席一些人的状况状况 但是绝对不影响今次选举的公开性格 这是我们的选举在地方选区选民当中有193193名的地方选区选民投票 累积的投票是27.54 地方选区的点票工作已经差不多完成 地区选票的点票工作已经差不多完成 首先公布的是沙田东 其他地区的也会陆续地公布的 在地方选区方面最快公布的选举结果是沙田东 在地区委员会界别的点票工作 在地区会员会的点票工作 在今天的云城2点46分完成 而投票率方面地区会界别选民就有2454名的选民投票 累积的投票百分率就包括906192 地区委员会的方面最快公布的选举结果 在地区最快公布的是里党区 最后宣布结果的是观塘区 总统来讲投票和点票过程是运作是大致唱序的 安排也是充分体验公开诚实和公平的原则 在这方面我们是满意这个安排的 根据法律所有的选票和有关的选举文件 会由选举事务主任负责保存不可行 除非有法庭作出的命令 否则其他人不可以检查任何的选票 而所有的选票也会在现时建晚之间全部消失 正如我刚才所讲 我们稍后会详细检讨这次选举的所有的安排 因为按这个法律 在三个月内向行政长官提交报告 在三个月内向行政长官提交报告 宣传委会会在这次的事件 再次向这次的选民候选人 跟他们的助审团队和宣伟大大不便致歉 在投诉方面 选举官会和主任致近截获 算到1号凌晨是结束了321宗有关选举投诉 投诉主要是关于选举的广告 在四人和楼宇之间进行选举的41宗 和大部分的投诉也马上获得有关单位处理了 其他的都会马上更进 虽然这次的选举出现了一件事故 但是我希望各位 希望真的不要忽略我们这次选举 这次选举 很多同事做出努力的成果 其实我们的选举其实今次大致上是成功的 其实我们进去的选举期是大致成功 虽然我们这次出现了这个事故 但我们留意到这次我们的同事是非常专业的完成工作 就算是面对这种的困难 他们也能在训练学到的东西 也在后避方案上面用得到 选举会是非常多的成功 特别是维基管理会的成员 特别是曾局长 还有政府科技办公室 还有警务处 还有文政事务处 政府新闻处 律政司 还有民安队提供的各方面的资源 另外廉政公署 陈教署 还有其他执法机关 做出妥善安排 让这次的选举得以蓄力进行 这次的票站的事物很多 我们动用了很大量的人力物力 選管会特别要感谢 選管会各个投票站的 投票站和点票站的工作人员 我就觉得 对所有耕守岗位的同事 是有亏的 我们很感谢他们应付大量的工作 我们很感谢他们应付大量的工作 耕守更为各式奇迹 選管会也感谢各部门的首长 并批准他们的参加选举事务处 培训和演练 最后 选举事务 选举会要感谢所有选民 荣誉的投票和体谅 对这个选举事务 你们各委 全媒对选举的报道 和候选人和选举的合作 让这次选举的投票 公开诚实公平的情况 安全有序进行 这是我有一点心底话想讲 其实在十二个半小时之前 我们很有信心 我们是可以交出一件亮丽的层次标 配合这次特地政府 这么成功的参举行动 我们这个信心 不是空口讲白话的 我们这个电子选民 是有多年的运作的经验 我们是有三层的认证 包括第一层 我们独立科技承访下的 审计公司的认证 第二个 也有第二个项目的 独立读到委员会的认证 第三 我们也有外面的小组 包括外面的专家 和业界 和出名的人士 还有ROEO 还有咨询科技 总监办公室的认证 我们三位 不是有电脑背景 或专业知识的人士 但是我们也真的是 有很多专业人士 跟我们讲 这次做了认证 所以我昨天很有信心 这次选举是可以很好地完成 让他软美 我是有信心 我不是白讲的 但是 发生了这些事故 我们也听到很多批评 其实我们很严肃去对待这次批评 其实我们也会很严肃去面对这次批评 我自己本人最忠诚 是觉得 对任何选业 是因为享应政府的富裕行使 供应责任 而因为我们昨天的安排不好 而让他们投不到票 而我是感到有鬼的 但不管怎样 其实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在昨天 我们一直知道 有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我就已经做尽快 启动我们的后币的应变方案 而在这情况之下 我要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做我们三位 要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处理 怎样去应变这种情况 我们始终也是认为 我们昨天处理危机的方法 是合适和合理的 但不管怎样 其实真的 我们这次是有不足的地方 而让这次受影响的市民 还有对特殊政府 配合不到政府 这么好的商场 而因为选民 而有这些不方便而投不到票 我是心中有鬼 我今天讲的就是这样 不用急 不用急 我今天会在这回答你所有的问题 不用急 我会在这边回答你所有的问题 好 刚才我们看到的最新画面呢 是香港选委会主席陆启康 会见记者的一个现场画面 同时他也介绍并且阐明了 有关于这一次选举投票的相关详细情况 那么刚刚也提到了 香港新一届区议会选举的结果 现在正在陆续的公布当中 那么竞争最为激烈的选区之一 游坚往南区率先的公布了结果 最近消息一个连线给人 就在游麻地现场的记者赵龙 赵龙早 陆续康也特别感谢所有的前线人员 你也是一夜的守候在现场 最新的一个消息游坚往南区 现在两位当选人 有没有什么样最新的表述呢 好的 那么在我身后 这个佐敦道观点小学 昨天早上在开始投票之前 我们就已经来到这里了 在经过24小时的整体的 有序的顺畅运作之后 目前这个票站是已经正式的关闭 也就在一个多小时前 这里的票站主任也 也是在里面公布了最新的结果 就像两位所说 已经是有两位候选人 现在是已经成功当选 早前我们就提到说 这个游坚往南区的这个地方选区 是整个香港这次地方选区的选举当中 竞争最为激烈的选区之一 那么它有六位候选人 竞争两个席位 那么这次胜出得票最高的是 一位非常年轻的 来自九龙社团联会的一个官伟席 那么他的首先比较年轻 另外他有多年的社区的服务经验 他就比较关注 在这个老区这个楼宇的活化和维修问题 他希望政府能够更多的给予小业主 以及立法业团更多的资助 减轻他们的这个老旧大厦维修上面的负担 那么另外一个当选的排名第二位的是 来自民建联的叶奥东 那么他也是有多年的社区服务和政党工作经验 那么他更多的是在文化方面 他提出要建设一个东九郎 能够能够连接这个西九文化区 通过文化来带动当地的社区的文化发展 那么在其余的三位的少数族裔候选人 他们也非常的积极在昨天进行拉票 只不过是今天的不幸落选 不过他们昨天接着我们采访时就说 虽然不一定能够真正当选 但是他们会继续的保持一份 为这个社区服务的初心 并且他们提出来的建议都非常好 比如说有一位候选人就提出 他希望把庙街改成一个一带一路的庙街 不单是改这个名字改口号 而是要把真正正的一带一路国家的美食 引入这边当中 来丰富整个香港文化制度的内涵 那么除了邮件外南区这个选区公布之后 在之后陆陆续续或者早前 在深水部东 深水部西 以及九龙其他地方 这个网站已经开始陆陆续续 有正式的结果的公布 那么这些所有的结果 都会上载到这个区会选举的官方网站当中去 像这些选区虽然目前有些并没有公布 但其实在当地的票站 这些票站的主任是已经提前公布了 但是上载到这个网站上 是仍然需要一些时间 那么今天在这个结果陆续公布之后 在接下来的下午 这些各个当选的政党 他们和以及候选人 还将会有拜票 卸票活动 以及各种各样的记者会 那么我们也会在香港的各个区 我们同时也会为大家 做实时的关注和报道 好 再次赵龙在游街往南区带来的最新连线 那么这一次新选制下的香港区会选举到底呈现出了哪些新的特点呢 在落实爱国者治港完善选制最后一公里方面达到了哪些成果 更多相关内容 请来视频员和亮亮先生帮我们点评分析 横仙 早 横仙 现在最新消息陆续进来 香港区议会的选举也陆续的出炉 不少当选的议员都表达出这服务社区的初心热忱 那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也表示 选出来的区议员是符合社区利益 符合香港的整体利益 也不会背叛国家利益 对此你有哪些看法呢 是的 对于这次新一届香港区议会的选举 我想我们应该从一个历史的发展的这个角度来看 要有一个对比的话就可以看得更清楚的 我们知道这个在2019年这个下半年的这个 发生了严重的这个黑豹的这个事件 那这个事件呢 它实际上就促使了这个 一个是这个中央强化了对香港的全面管制权 那么同时呢 香港的这个爱国阵营 那么在这个和政府 在立法会的这个 以及就各方面的这个权力的配合下呢 我们看到这个香港的形势呢 发生了这个大的变化 一方面是这个国安法在香港这个实施 另一方面呢 香港从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角度啊 比方说这个对于 因为香港的这个整个这个行政体制 是它是这样产生的 包括这个特首的特首是由选委会产生的 那么现在呢 选举委员会 立法会的这个选举制度呢 都已经做了一个改革 而这次这个区议会的这个选举制度呢 也做了一个改革 那么这是改革之后的新一届的区议会的这个选举 那么这样的话就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 就是整个香港的这个社会治理的这个体系呢 到了这次区议会选举呢 可以说已经就基本完成了 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变 特别是这个去年 去年这个七一之前 就香港回归25周年之前呢 国家主席习近平 当时还是在疫情期间 但是习近平主席来到了这个香港 那么一方面呢 他主持了香港新一届政府的这个宣誓的这个就职 那么同时呢 也对这个香港的问题呢 发表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讲话 习主席的一个讲话呢 也就为香港的这个整个的 我们说这个游乱至新的 那么这样的一种发展的这个方向呢 有了一个指出了一个明确的这个发展方向 那么之后呢 我们就看到了就是香港的这个无论是这个 特别是在这个选举制度这方面呢 有了重大的改革 而这一次的这个区议会议的选举制度呢 它是由几个不同的这个方式来产生的 那么包括由这个选委会 这个选举委员会所产生的一部分 那么当然我们从这个市民的角度来说 这个更直接看到的是这个直选的这个部分 而直选的这一部分呢 我觉得它体现了一个什么 这是一种真正的这个竞选 因为这一次的这个选举它有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排除了那些反中乱港分子 反中乱港分子 因为他们反对一国两制 他们从根本上反对香港的这个制度 所以他们不能根据这个国安法 也根据香港新的这个选举制度呢 他们不能够取得参选的这个资格 那么这样的话 那么可以说基本上参选的这些候选人呢 他们都是一些这个爱国爱港的 而且最主要的是他们了解本地的 不像2019年它有很多非本地的这个所谓这个参选人 他突然就空降了 那么这样一些空降的候选人 他们是不可能真正代表本地选民的利益 这次情况就不同了 所以一方面这个政治面貌 那么都是这个爱国爱港的 那么第二他们的特点呢 很多人都已经是在本地区服务多年了 他们对于这个本地的这个社区的这个民众有什么要求 他们有比较深切的这个了解 那么所以这个新一级的议会选举产生出来之后呢 他们能够在香港这个特区和立法会 与香港这个基层的民众之间呢 可以起一个非常重要的 必不可少的一个沟通的桥梁 因为香港有700多万的这个民众 我们说这个居民 这么多的民众分散在这个各个区 那么特区政府它不可能直接的 虽然他们也经常有自己的这个渠道 但是你要真正了解民众这个需要的话 就需要通过这个区议会 而新产生的这个区议会呢 就反映了这个特点 就是他们接地气 他们了解民众所需 那么同时呢 他们这个作为虽然是一个咨询机构 但是这个政府会这个全力的来听他们的意见 听他们所反映的民众的这个要求 那么然后根据这个民众的要求 那么可以从香港整体的和这个 包括一方面是整个整体的利益 那么一方面也有地区的这个利益 可以做一个统筹的这个安排 所以呢这个香港的选民都希望 通过新一届的这个区议会的产生之后呢 这个在本地的这个治理方面 特别是在民生的改善方面呢 可以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改观 那么这样的话 对于整个香港的这个社会治理的话 就会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两位 再次谢谢何亮亮先生的点评与分析了 那这一次香港不少的登记选民 都在区议会选举日当天踊跃的投票 希望选出心目当中的邪能知识 共建美好家园 而无论是特首官员议员 还是普通市民 心目当中都有自己的一套选嫌标准 那当中到底有哪些不同呢 而有关于区议会参选的详细名单 请参见凤凰秀 每隔四年一次 也是我第三次参与报道的香港区议会选举 今年的投票日 从一早票站正式开放前 就能感受到香港社会各界 对这次选举的高度重视 这是香港完善地区治理体系后的 首次区议会选举 也是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的最后一块拼图 选民投完票都会收到一张 来自香港特区政府的新议卡 封面上印有共建美好社区标题 而无论是狮子山青马大桥金子敬广场 还是中环摩天轮 这些不同的景观地标都提醒市民 香港是我们共同的家 而投下手中神圣的一票 就是令这个家园变得更加美好 虽然身份不同 但不少人在选举日都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那就是登记选民 那么大家对选才选型能的标准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我自己就看完在这区的五位候选人 从而就选一个认为他所承诺做的事情 符合我的要求 另外当然我也要看他的背景 看看他有没有经验 他的能力我相信他有 也都如果对于他以前已经有一些服务社会的成绩 当然都是参考 其实我们一定是考虑了所有 有关候选人提供的资料 他个人的背景 自己的工作经验 学历 在社区工作的一些过去的经验 抱负 所以所有我觉得是 一些值得参考的客观的资料 我都会看完 最少有四方面吧 一方面就是人品要好 第二有这个能力 第三他这个参与度要高 然后最后 如果他对当地这个地区 讲会得比较好 那么他未来这个发挥也会更好 那我本身呢就住在这个附近呢 也是这个湾仔选区的一个选民 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 这次的候选人非常的努力落去与市民接触 包括在居民楼门口 宣传啊 在街上派发政官宣传单张等等 我每天 几乎都会看到他们了 我也跟他们聊过 他们深深的知道当区居民的痛点 比如说这个湾仔街市的卫生秩序问题啊 以及区内很多古迹的活化的问题等等 那他们也承诺了当选之后呢 一定会积极的向特区政府来反应和跟进相关问题 争取尽快的改善呢 这也反映出区员的一个功能 也就是上勤下达 下勤上达 凤华卫视 金小飞 香港报道 好 这次香港区议会的选举结果 已经是完全出炉 我们把时间往前推一点点 昨天其实从早到晚 各区的气氛都很热烈 其实当中啊 不管是拉票还是投票呢 都有一些温馨小细节 来看我们记者发自邮监望选区的观察 今天就是选举投票日 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我 你唯一一个女性的候选人 香港仔一定帮到你底 投票日当天 这条街上似乎比平时更为热闹一些 站在这里 已经听到各种喇叭的声音 进入你的耳朵 其中有中文 英文 印度语 巴西斯坦语 因为游建望南这个区域 是全香港少数多域 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 而所有的候选人 都在抓住最后一天的机会 进行最后的拉票 好多市民和拉票的运功 其实都非常热情 刚才就有不少市民从这边经过 看到他们举着手掌 以为是要给B5 直接就来了一个机长 其实他们享受的是请投5号 投完票出了投票站的门口 就可以看到在很多地方 选举事务处 今年专门设置了这样的打卡的餐位 在这里很多市民 可以拿起自己喜欢的公仔 来合影留念 那么今天作为一名香港市民 我也来一张工作打卡自拍照 来 候选人的议题呢 还涉及到小动物的保护权力问题 有候选人就打出感情台说 我自己家里都有养猫猫狗狗 我希望在我当选之后 能够在这里划分更多 给动物主的公共互动的时间 我们电视台呢是有自己的新闻采访车 在线上我们就看到有候选人 开来了自己的拉票车 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 在尤街旺这个区域呢 少数族裔非常的集中文化 也非常的多元和共荣 像这位巴基斯坦裔的后院人 他的拉票团队 拉拉队就不单是只有来自巴基斯坦的 也有来自印度 来自孟加拉 来自尼泊尔等地的人士 他们就告诉我们说 他们在早上8点就已经来到这里 在投票前就已经在这里开始 来顾证等待了 他们将会在这边一直等到 投票结束一直等到很晚才会离开 而他们也专门制造了一个 很多为自己粉丝打抠的灯牌 是不是非常的可爱呢 香港加油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港澳办发表文章 指12月10号举行的香港特区 第七届区议会选举 必将为香港特区完善地区治理 提升为民服务 进一步夯实 油质吉兴社会基础 注入强大动能 文章题为 进一步夯实 香港油质吉兴社会基础 祝贺香港特区 第七届区议会选举成功举行 文章指出 12月10日举行的 香港特区第七届区议会选举 是香港特区 重塑区议会制度后的 首次区议会选举 是香港特区 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 重要讲话精神 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 着力提高治理水平的 又以重要实践 必将为香港特区 完善地区治理 提升为民服务 进一步夯实 油质吉兴社会基础 注入强大动能 文章指出 香港特区 重塑区议会制度 推动区议会 重回正轨 使区议会 彻底摆脱政治化 民粹化 纷争泥潭 有效防范 反中乱港分子 进入区议会 彻底终结 反中乱港分子 及背后美西方等外部势力 透过选举路径 夺取特区管制权的图谋 鞏固特区行政主导体制 提升管制效能 回应市民关切 促进良政善制 发展香港特色 优质民主 保证区议会贯彻 为民服务初心 更好的维护民众利益 增进民众福祉 文章说 这是一次公平公正 热烈有序的选举 特区政府依法依规组织 选举事务 有关政团社团和人士 踊跃参选 各参选人积极展开竞选工程 119万多选民参与投票 以实际行动回击了那些 对这次选举的诋毁抹黑 这是一场推动民主 优化提升的选举 参选人来自不同政团社团 不同群体阶层 充分展现多元化 专业化 年轻化 参选人紧紧围绕地区 治理中的现实问题 提出政纲 展开政策辩论 让市民深切感受到 选举与自身利益相关 深切感受到 这是真实有用的民主 这是一场振奋精神 凝聚共识的选举 香港社会进一步认识到 修例风波的覆辙 绝不能重蹈 之前 区议会的乱象 绝不能再演 必须持续做好 维护国家安全工作 坚定走符合香港实际的 民主发展道路 增强一国两制制度自信 全力推动游至极星 创造香港更美好的未来 文章表示 相信新区议会议员 一定会永担使命 尽职尽责 刚好用实实在在行动 爱国爱港的表率 诚挚祝福香港特区 新一届区议会 运作顺利 在特区政府的领导下 共同推动香港 游至极星的步伐 越走越稳 越走越快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刚才看到了港澳办发表文章 祝贺香港特区第七届区议会选举成功举行 相关内容再次请来 时日评议员何亮亮先生 帮我们点评分析 何先生您认为香港重塑区议会制度有哪些积极的影响呢 是的 这次中央港澳办呢 就第七届香港区议会选举所发表的文章呢 我觉得它代表了这个中央对这一次香港区议会选举的一个评价 其中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 绝不能让这个反修例的这个风波以及区议会的这个乱象再次出现 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呢 一方面有制度这个保障 那么另一方面呢 有香港的一个广大选民的这个积极的这个参与 那么就能够做到这个港澳办文章里面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那么这是一个事物的两面 那就是一个要落实爱国者治港 但同时呢 要提高管制水平 这是一个问题的这个两个方面 那么落实爱国者治港 这个从我们从这个香港特首的选举 选委会的这个委员的产生 还有立法会议员的产生都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这次呢 是到了这个基层 到了人数众多的这个区议会的这个选举 那么基本上就已经构成了这个 爱国者治港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框架 基本上已经形成了 但是只有一个框架 不是说有了爱国者治港之后呢 这个管制水平 它会自动的这个提高 管制水平的提高 它还需要 所以所有在这个管制 这个体制里面的这个人呢 要共同的这个努力 那么既要有这个 包括特首为首的这个特区的这个政府 包括这个立法会的这个努力 那么同时呢 也要有这次的这个选举产生的这个区议会的全体新的这个议员的这个共同的这个努力 那么实际上呢 不仅这个中央在关注 香港社会呢 也在关注 那么新一届的这个区议会 就是选举产生出来之后 必须要做到真正的 就是在这个香港基层的民众和这个政府之间的这种所谓这个上行下达和上行下行上达 那么这样一个枢纽 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一个体制呢 就是这个区议会 区议会不仅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个机制 而是一个可以发挥重要效能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治理一个社会啊 它有大量的这个具体的问题 那么这些接地气的这个接地气的这些问题 那么如何才能说民众可以通过这个区议会的这个议员 那么向这个政府来反映 那么政府呢 也从这里面看到了 在这个基层 在香港这样一个有700多万人的这样的一个大城市里面 那么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问题 特别是这些民生的问题 我们说民生是没有小事情的 管制水平的提高就在于能不能有效的 及时的解决民生的这个问题 那么过去在这方面呢 是有一些这个缺陷的 因为过去这种反政治化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体制 无论是这个立法会还是这个区议会里面都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 他们不是真正从民众的利益出发的 而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改变了 已经从这个机制上 从这个管理的这个结构上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所以未来就是 我觉得就是港澳办提出了一个要求 就是要真正的切实的提高管制的这个水平 那么这也是这个这么多选民啊 这个出来投票 选出了新一届的这个区议会的这个议员 而这些议员呢就应该不负重托 那么能够完能够这个履行自己的这个职责 那么以及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这个使命 两位 是的 谢谢何亮亮先生的点评与分析 稍后回来带您关注更多消息 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 第21届多哈论坛1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开幕 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出席开幕式 论坛为期两天 主题为构建共同未来 不过与会者更多的聚焦以哈冲突 卡塔尔首相江外相阿卜杜勒拉赫曼认为 以色列的战略就是将加沙人清除出加沙 但以色列用军事行动营救人质的做法是失败的 只能通过谈判争取人质或事 约旦外交大臣赛法迪批评以色列在地区制造仇恨 不会打赢这场战争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表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主要平台 受困于地缘政治分歧 但他不会放弃推动加沙人道主义停火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透露 正在与哈马斯进行释放人质的谈判 他强调哈马斯的攻击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就表示 会给乙军时间和空间直到消灭哈马斯的威胁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那么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10号向多哈论坛也发表谈话 他就说了西方试图在乌克兰将俄罗斯拖垮 而当初是乌克兰决定不与俄罗斯谈判 如果要恢复和谈 而乌克兰必须要先撤回总统命令 Well it's up to the Ukrainians to recognize how deep they are in the hole where the Americans put them you have to call Mr Zelensky because a year and a half ago he signed a decree prohibiting any negotiations with Putin government and this is a well-known fact Putin repeatedly mentioned this when asked similar questions 拉夫罗夫也指出 俄乌曾经在2022年的3月和4月 有机会达成和平协议 但受到了梅英的阻挠 他还用拿破仑和希特勒 发起对俄战争来举例 说历史证明 俄罗斯每次都被卷入战争 都会更加的强大 还有更多消息 马上回来 那么就有当选的新进区议员表示感恩 并且会继续的回馈市民 也有落选人士表示不会气馁 仍然会致力于服务社区 香港新一届区议会选举地方选区选举 在10号午夜12点截止投票后 经过约两小时连夜点票 竞争激烈的湾仔选区结果出炉 来自民间联的候选人穆家俊 与独立参选人李碧仪当选 有人感谢当区居民支持 也有当选人表达 本次竞选面临的普遍挑战 今次去参选都是用了很大的勇气 因为始终自己是一个无党派的人士 但是今天见到的结果都很感恩 竞选的过程当中 包括要走访不同的区 要了解不同的区域当中 他们的一些面对的问题 或者一些民生关注点 我们都是需要重新去做很多不同的功课 我想这个是由小区变大区 最大的不一样 也是最大的困难点 而有人温喜有人忧 今次落选的候选人心态又如何呢 我会再更加努力为社区服务 为湾仔服务 无论结果是怎么样 我都会一月以往为社区服务 凤凰卫视王雨婷 香港报道 向区议会选举地区委员会戒别 投票结果也出炉了 最终是一共诞生了176位的区议员当选 开启票箱 确认所有选票到出 然后分类 再通过人手数一次 是否投了足够票数 香港区议会选举地区委员会界别 点票有序展开 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陆启康 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等人 来到黄大仙一个票站开票 工作人员随后将有效选票放进盒子里 分发给其他工作人员点票 然后把选票装入袋子 并将选票选择的结果录入电脑 两人一组各自录入一次 确保结果一致 在黄大仙这个票站中 10个候选人进逐8个议席 有当选人表示 新增的地委会界别选民 都是来自不同行业的翘楚 可以反映不同团体和机构的诉求 曾担任五届区议员的李荣浩 曾在2019年选举中落败 能够势而复得 他认为有赖于这次选举 在和平公正的环境下举行 不再只靠喊政治口号取胜 在新一届香港区议会选举当中 新增了地区委员会界别 由228名候选人进逐176个议席 当中奎清区、大部区和里岛区 是进逐最激烈的三大选区 区内平均约1.5人争一个席位 最终分别有12名、8名和4名候选人当选 凤凰卫视张又人显至香港报道 港澳办发表文章 至12月10号举行的香港特区 第七届区议会选举 必将为香港特区完善地区治理 提升为民服务 进一步夯实、油质集新社会基础 注入强大动能 文章提为进一步夯实香港油质集新社会基础 祝贺香港特区第七届区议会选举成功举行 文章指出 12月10日举行的香港特区第七届区议会选举 是香港特区重塑区议会制度后的首次区议会选举 是香港特区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 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 着力提高治理水平的又一重要实践 必将为香港特区完善地区治理 提升为民服务 进一步夯实、油质集新社会基础 注入强大动能 文章指出 香港特区重塑区议会制度 推动区议会重回正轨 使区议会彻底摆脱政治化、民粹化纷争泥潭 有效防范反中乱港分子进入区议会 彻底终结反中乱港分子及背后美西方等外部势力 透过选举路径夺取特区管制权的图谋 巩固特区行政主导体制 提升管制效能 回应市民关切 促进梁正善治 发展香港特色优质民主 保证区议会贯彻为民服务初心 更好地维护民众利益 增进民众福祉 文章说 这是一次公平公正热烈有序的选举 特区政府依法依规组织选举事务 有关政团社团和人士踊跃参选 各参选人积极展开竞选工程 119万多选民参与投票 以实际行动回击了那些 对这次选举的诋毁抹黑 这是一场推动民主优化提升的选举 参选人来自不同政团社团 不同群体阶层 充分展现多元化 专业化 年轻化 参选人紧紧围绕地区治理中的现实问题 提出政纲 展开政策辩论 让市民深切感受到选举与自身利益相关 深切感受到这是真实有用的民主 这是一场振奋精神凝聚共识的选举 香港社会进一步认识到 修例风波的覆辙绝不能重蹈 之前区议会的乱象绝不能再演 必须持续做好维护国家安全工作 坚定走符合香港实际的民主发展道路 增强一国两制制度自信 全力推动游至极星 创造香港更美好的未来 文章表示 相信新区议会议员一定会永担使命 尽职尽责 刚好用实实在在行动爱国爱港的表率 诚挚祝福香港特区新一届区议会运作顺利 在特区政府的领导下 共同推动香港游至极星的步伐 越走越稳越走越快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观众朋友插播一个最新消息 来看到是中央人民政府 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发言人 发表了谈话表示 香港特区第七届区议会选举在10号成功举行 也顺利的选举产生了88名的地方选区议员 和176名的地区委员会界别议员 他们将会与委任的议员以及当然议员 共同组成香港特区新一届的区议会 中央驻港联络办对新当选的区议员表示热烈祝贺 相信新一届区议会定能不负社会各界支持和选民的期许 回归香港基本法规定的非政权性区域组织定位 搭建起特区政府与市民之间沟通的桥梁纽带 打通香港特区完善治理体系 提高治理能力 增强治理效能的最后一公里 那么发言人也特别表示这是一场公平公正公开 社会广泛参与选嫌任能的优质选举 特区政府严格依法组织选举 积极有序的推进各项的选举事务 全面展现能担当善作为的施政新风 而广大的选民依法履行公民义务 特别是在这投票站电子系统发生故障 投票轮后的时间延长的情况之下 还是能够耐心的等待 积极投票 表达对于区议会新选制的坚定支持 而对于共建美好社区和实现良政善治的期待 非常值得点赞 而399名的参选人 背景结构多元 既有90后的青年才俊 也有资深的专业精英 既有扎根社区服务数十年的地区人士 也有把这香港当成新家园的新移民和少数族裔 他们来自于社会各界还有各界别的各阶层 也都共同抱取着爱国爱港服务市民的极大热情和专业素养 264个直选 选选一席 每席都有竞争 参选人拼品德 拼正刚 拼能力 拼干劲 展开激烈的角逐 体现君子之争 与广大市民深入交流互动 展现了香港游质极星新阶段爱国者 德才兼备为民服务的良好形象 发言人指出 此次区议会选举 彻底把反中乱港分子排除在特区管制体系之外 有力贯彻了爱国者治港原则 开启了香港特区地区治理新篇章 作为香港特区完善选举制度后 四场重要选举的收官之作 此次选举再次展现了良性竞争 理性务实 富有建设性的选举文化 有效推动香港走出泛政治化和黑色选举文化漩涡 又一次证明了完善后的香港选举制度 是一套管用的好制度 那么对新一届的区议会清新服务基层 收集反映民意 还有推广落实政府施政举措 提升了地区治理能力充满期待 也对新选制下发展香港特色民主 实现一国两制下的良政善治充满信心 这是我们收到的最近消息 那么不要走开 更多焦点马上回来 大家看到的是第二届中医药抗衰老大会 10号是在施加庄举行 而大会从这基础到临床 从西医到中医多学科多领域的协同 要推动抗衰老理论 科研以及技术的创新发展 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 内地超过1.8亿老年人患有慢性病 患有一种及以上慢性病的比例高达75% 中国工传院院士吴一领 系统构建了气落学说 经济审理论指导抗衰老研究 可以延缓心机衰老 改善肾经亏虚症人群等 各个系统的衰老状态都得到改善 由此而引起的 各个系统的老年纪疾病 也得到优效的防治 在此基础 这个要理论上 处方上 立床营用 包括动物实验都有效 随着年龄的增长 导致骨骼老化 在气落学说指导下 研制的八字捕肾胶囊 能够为衰老的骨骼充填活力 提升骨质量 改善骨质疏松 并降低身体炎症水平 肌肉 骨骼 骨髓 都有密切的相关性 从中医理论上 它跟肾有密切的关系 这个药的本质 通过这种调整肾经 这种功能 来改善各个机体的 这种衰退 我想是非常有 很好的未来的临床 在科技与功效护肤的 大趋势下 抗衰老已成为 消费者需求的痛点 中国抗衰老市场 未来有1000亿的发展空间 外用可以很好的一个 就是起到对皮肤的 一个改善的作用 因为我们中医会讲究辩证 然后我们不同的人群 使用什么样的护肤品 同时我们中医药 还有内服 就是像我们服了八字补肾 这样的话 它会有针对性的改善 比方说肾阳须身经不足 本次大会邀请了 抗衰老领域著名院士专家 围绕衰老机制 抗衰老研究进展 和临床应用等 开展学术交流和探讨 凤凰卫视 李军主徐一轩 石家庄报道 我们再来看一则 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 驻港国家安全公署 11号发表声明 对香港特区第七届 区议会选举成功举行 表示热烈祝贺 声明指出 本次选举是香港特区 重塑区议会制度后的 首次区议会选举 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 充分彰显香港特色 民主先进性 优越性 开启香港完善治理体系 提升治理效能新篇章 为巩固香港油乱倒置 走向油质吉星 有力大势 夯击擂台 那么声明当中也特别提到 在将近半年多的时间里头 从特区公布了改革建议方案 立法会通过条例草案到这区议会 换届选举按照了新办法 顺利的落地落实 香港政治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而特区政府依法 有序的组织选举 爱国爱港的力量 全力竞争参选 而社会各界热情参与 这广大的市民在安全的环境当中 依法行使权利 投票秩序紧燃 而这一次的选举 也彻底摆脱了过往区议会 选举的乱象 告别了对抗撕裂的恶性竞争 也营造出了理性建设的选举文化 选举结果充分表明 不断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 有国安法制为特区民主发展 重回正轨保驾护航 香港正在走出泛政治化泥沼 全社会达成安定团结最大共识 一切干扰破坏区议会选举 和香港民主发展的企图 注定徒劳无功 无论反中乱港分子 还是外部干涉势力 都无法阻挡香港特区 进一步落实行政主导体制 完善治理体系 以梁正善志谋求新发展 实现新飞跃的坚定步伐 好 观众朋友 接下来要带你掌握到 是财经消息 其实讲到商量股市 只有在上周我们发现到 持续的探底 在刷新了这年内的低点 而累计两个星期 横指指已经是超过说 蒸发1200点了 而现在内地将会公布 多项的经济数据 而欧美的央行也将会议席 我们来看到一些指标的一些状态 港股上周是走出了震荡下行行情 而国际评级机构 目的先后的下调 内地和香港的信用评级展望 拖累了大盘走弱 而成交额现在也逐步的缩减 总结整个星期来看 横生指数是累跌了495点 那么收在16334点 跌幅2.94% 而展望本周 内地将会在周五公布 消费零售 工业和固定资产投资 等多项的经济数据 而欧美央行也会在周中要出炉 今年最后一次的议席会议的结果 如果说数据疲弱的话 那么预料 横指将会考验 16000点的整数关口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 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也持续锁定我们各节新闻了 感谢您的观看